情 miel 情台影 我輸避 那次之後 我就再見不到情也 我真是希望 一切都這一大夢 歡迎收看晚間新聞 再有二百多名市民 因為被陽光過度照射 是大氣層被破壞以來 最多人死亡的一天 可能是由前年代的新鮮的新鮮的新鮮 但污泥溶化是仍然不知 情取而離開之後 我就沒有回到學校 或者因為沒有好好地跟他道別 我決定在我離開這個城市之前 要再回去一次 雖然花落時間也應該是晚上 但為了安全 很多人都寧願落在實內 他們會用全式影像在家上學 老師亦都被智能機械有所取代 或者科技是可以解決到其中一些問題 但無論科技如何先進 人類依然無法把大自然還原 我們仍然要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 望著情緒一張桌 好自然令我想起以前的事 我好想要大家 絕對有能力為地求出一分力 好好的分子有能源和善用資源 朱蓮永啊 你在動力發電中 都叫我安保啊 好了 朱蓮永就回家去看片書了 我們在1987年所制定的蒙特利爾協議 規定了CFC和HCFC 這兩種氣體在地球裡面的排放 在地球裡面 他們需要分解的時間都非常長 而CFC就需要長得100年 可以嗎 可以把水給你嗎 不可以把水給你嗎 請到這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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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我就說過了 還有希望才會堅持 爺爺堅持了才會有希望的嘛 唉 說得很厲害 要保護自己 避免避人家外出 直接在洋港大廈保佑 終於 眾生响起了 在離開之前 我發現 原來在發生意外之前 情取義留下了一份禮物給我 即使世界變成怎樣 有件事在心裡是別人拿不走的 它就是希望 原來大自然就像我們的朋友一樣 一直幫助和保護著我們 但如果我們繼續傷害它 還有一天 它不會再站在我們這一邊 我知道能夠再一次和同學一起回到學校 享受到陽光 希望你一切都不是必然的 你一切都不是必然的 如果就不去做對的事 那就等於放棄希望 中花是這樣 我想和大自然相處都是一樣 因為是不是很想和大自然相處理 沒有? 我可能會打算 我到現在才和大自然相處理 可以不怕 好